导演说该拍的都拍了 这些细节你们发现了吗 为无限得到陈情之后 特意给了一个长长的特写 笛子上的花纹是蓝氏独有的卷云纹 然后下一个镜头 直接给了蓝忘机的碧晨 他俩的发气也是很有深意 碧晨 陈情 横读术读都是一样的 还有蓝战第一次醉酒的时候 他从床上掉下来 他的首饰本来是抱着什么东西的 导演真的是用心良苦了 旁边还有解下的腰带 在看魏无限的衣服像什么样子吗 我觉得最隐晦的还是静视赏雪那一段 镜头拉远之后魏无限是在解衣服吗 然后第二天他俩一起打坐的时候 魏无限困得东倒西歪的 昨晚干嘛了呀困成这样 这个地方真的是很细节了 你们看魏无限莲花屋的床头 还画了两个亲亲的小人 16年前蓝战的头发是全都放在后面的 16年后没找到魏英前也是这样的 直到认出魏英之后 前面就多了两柳头发 寓意浅浅温柔只对艺人 真的把那种成熟的细腻深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最后大结局 魏英吹的曲子只差一个音没有吹完 也寓意着曲位中人不散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